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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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公長 我現在想要問 就是 最近從6月28那一次 跟哥哥還有媽媽幹施工 去感謝施工之後 就是好像 最近一直到現在 好像就突然有一種 很像是 那個形容就像是很像一個開關 突然被打開這樣 就是在 在以前 就是 雖然都會 就是跟媽媽來聽法堂 然後參加活動 可是好像都 就是 也都沒有在聽 然後沒有在吸收 也沒有在學這樣 可是就是直到最近 才突然就是好像 就誒 他知道要做什麼了 然後 就是也會去看一下法堂 然後 就是 就會 會去學施工 所以學習施工裡面 講的一些 底部 一些法這樣 然後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會從那一次之後 才突然 有這樣的現象 好 這是一種自然的狀態啦 你們也不是說 在學法上會這樣 你們在人生裡面 方方面面的常常也都會有這種自信 只是說你們不一定常有 隨時有這種 關照力能夠去catch到 它的一個很大幅度的變化 那 依於你們所有的這個 突然怎麼樣 它都不是突然 它必然有前面的累積啊 累積到那個零件 你比如說你拿一鍋水 然後放在火爐上 瓦斯爐上 它就是一鍋水 對不對 那你開始把火打開 對不對 把火打開 你有沒有看到這鍋水有什麼變化 沒有 那你兩分鐘後再去看有沒有變化 三分鐘再去看有沒有變化 到五分鐘六分鐘 對不對 這水 在一個零件裡 那個泡泡 對不對 冒得很厲害 甚至噴出來 對不對 就這樣 那它是不是突然 它不是 你如果把前面 你從冷水放上去 開火到五分鐘以前 咔掉它就突然 可是 它也是從 那個常溫的水放上去 火爐的火打開 開始累積 對不對 累積到那一個剎那 所以這個就是 你常識熏修 你就會 有別於你世間的經驗 你就會發現到有很多 你不預期 甚至你會認為不可思議的 結果 產生 對於第一次 第一次煮水的人 從來沒看過人家煮水 他也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哎呦這水怎麼會 凍成這樣子 對不對 怎麼這個剎那 突然 突然蹦出來 對不對 這第一次的 他也會覺得很壓抑啊 可是你完全理解之後 他也是從那個冷水開始累積啊 也就是說 在你們以前常常來來去去 你以為沒有感覺 其實那裡面都在統計 在佛法上講叫做 三根種子不斷在累積 累積累積累積到 你最近的預言 可能成熟 那你在遇到你這時候的現象就不一樣 現象叫結果 對不對 結果就會有別於以前 好像 好像 好像有 哎呦好像沒有 來 來就來 然後也不一定有多大的什麼 互動 什麼等等 當然也不一定很討厭 就這樣 那這個就是還在累積啊 對啊 那個溫度累積到 最近就是那個泡泡 放出來 可是畢竟還沒有 整鍋 有的還會跳 鍋子還會跳的 熱到還會跳的 對不對 就像這樣 那這個就是不斷的加 為什麼要叫人家 因為我們深入常識尋求 所有的修行的工法 都不離開這個原則 原因就是這樣 可是 這雖然是一個很通整的概念 可是卻也是我們當今 最多修行人看不起的一個理者 他可以理解 你講這個道理 他也可以認同 可是他要去執行 他不太願意 為什麼 因為有學器 我們從小到大的學制 就是我們 以多為概念 對不對 要知道越多 你這個人好像越厲害 對不對 要越多才藝 你這個人越厲害 對不對 我們這個世代不是叫你 你只要揮一個 揮到很厲害 叫做厲害 對不對 我們是 你揮很多東西 不管你厲害不厲害 你都叫厲害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一個概念上的不一樣 那我們當這樣的成長養成 我們就不容易 會去執行我們內心底層 也認同的那個道理 所以 這一段的 什麼 這一段叫做什麼 拖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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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鬥 對不對 這一段的 強力要改變 這一段就叫修行 你要怎麼把它搬過去修成 那 他還是得靠什麼 常識熏修啊 常識熏就是不斷接觸啊 所以你看 在佛法的常數裡面 有的是怎樣呢 有的是 你一個人根本不會接受 可是他還是跟你講一句 對的道理 然後你也知道 他這輩子根本不會 今天這句話 給什麼 觸發 觸發 他可能 十萬輩子以後 才會有你現在的感受 你懂嗎 有的人就是這樣 那 你看佛法的教學 他也是不放棄這些 只要有機會 他就丟種子 所以一粒而根 永為道種 對不對 一粒而根而已啊 一次而已 永為道種 這個種子不會滅掉 那他可能在十輩子以後 被水浇灌到 那你這個就是 以你的例子 就假設這個是 萌芽 對不對 你現在剛講的 現在是萌芽 那你就是 對不對 小時候來來去去 你也不知不覺的 那種狀況 無理無土的那種狀況 你的種子一直在收集 一直在收集 可是他都沒萌芽 那是最近 又交官下去 他萌芽 就這樣而已啊 他沒有很奇怪 他是你們不知道這個禮物而已 所以以此類推 聰明的人就會 可以依這個理則把握到 因為驗證到了 他會把握到什麼 那我未來 既然是這樣不間斷接觸 然後不間斷 對不對 一直不間斷 會有 時間 在不定時間 就會有一種萌芽 一種觸發的現象 那麼如果我依此理則 我現在也更加強的不間斷 往下 那我後面的人生是不是 不時有這種 對不對 很愉悅 很歡喜 很有智慧覺醒的 這種牙一直在冒 一直在冒 這樣啊 一個真正的修行人就是這樣啊 所以一旦一個人 踏上真正修行道徒 他未來的人生 相對於他那一個點 踏上去那一個點的未來 他都是越來越好的 你懂嗎 他的人生就越來越精彩 精彩不會越來越悲哀 我們不希望那種悲哀的精彩 那個你們看到那些小說 很欺良悲哀的結尾故事 你們覺得很精彩 你要主角你會覺得精彩 對不對 現在就很奇怪啊 現在戲劇假設 常常 從此王子跟公子 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唉呀唉呀 爛劇本 爛劇本 老掉牙了 還這樣演 應該沒有一點經驗 對不對 驚喜 那個 那個 艷 艷麗那個艷 沒有一點經驗 你看我們觀者會這樣 那你是主角你不喜歡 跟 假設你是王子 你不喜歡跟公主過著幸福美滿的 你就一定要在那邊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羅明歐爾朱利耶嗎 對不對 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所以 我們現實人過日子 沒有忠心想過久了 這個 之間就惹化 就惹化成什麼 喜歡看別人的悲哀 自己很有樂趣 對不對 當自己是悲哀的時候 痛苦到不行 就這樣 所以 彼可真正 踏上修行道端就不會這樣 他的人生的經驗 都是越來越美好 越來越美好 然後 他的生命就會越來越活力 比如說 你剛形容的 你的現在這種感受 是不是 某一種活力 對不對 相對以前 以前叫死氣生存 好啊 來啊 好啊 我有活動 啊我會這樣一下 啊 啊 回去了 對 你知道幹嘛 現在就是活力啊 對於很多事情 是有一種 新的那個啊 落實點的 task 所以要把握這種 再去生根 明白嗎 對 我看了 真的 是 我看了 你 你 是